请喝茶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福尚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养会法师 诸位比丘尼法师 这就是刚好那边共存的问题 刚好才有这个机会 来这边你们的讲堂上课 看这个讲堂进进出出 从这里经过 就觉得这是一个好讲堂 现在来看 有想到就有这种因缘会成熟 没想到就是这样的因缘会成熟 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跟大家来讨论佛法 这也是一件 出生的因缘 出生的因缘 那我们就顺着我们上次所提 上次我们应该是谈到第12章 十二章 什么要讲的 不清末觉 那因为这个部分 我们之前有些法师也不一定有听到 不过没关系 假如有机会我们之前所谈的 留下这个录音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参考 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稍微再提醒大家 这个 《四十二章经》跟《法巨君》 算是一个综合的经典 它其实也不单只是一个 一部就是我从头讲到尾的一个单独一部 它是有很多重的内涵在里面 那所以我认为 这之前也提过 有时候我们法文多 但不一定入行 杂但不一定有用 要不如针对某些法 好好思考 能实际上在我们的身心上起作用吗? 这说不定在进化我们的身心上反而更有意义 我们最近这个 刚好有机会 前几天也刚好谈到 略论 也谈到念火要略 有刚好两个地方 那这两个课程里面都 都刚好都碰到一些 一些问题 实际上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问题啊 我常引的就是最近刚好在改一些学生的作业 一些大陆同学的作业 那我是跟他们讲阿含经 那这里面有一个同学就问到说 他们经常常常在助念 他们是修念火 那有很多老菩萨也很用心念 那念到最后啊 偏偏临终的时候不想念 偏偏临终的时候不想念 那甚至会咽了 他说他们后来明勉强强把他念到他死 刚才说念到他死不是他本来 是他应该就要走了 只是念到他结束生命 他就问我说那这样他会不会往生 我说这个因缘可多了 这个不是那么单纯就能论 但如果就一般常态来讲 当然不可能 如果一般常态 除了他的其他因缘 我们不能定见他如何 但如果从一般的角度来看 他不可能 那为什么一个念火念几十年都会这样 那这个现象不是 因为这个例子刚好是 我们在台湾也放过的 所以这个很值得我们作为一个修学人 思考的问题啊 为什么做一个我们久修学那么久的 怎么我们念不下去 我们怎么会念不下去 人问题在哪 这是一个很值得参考 因为曾经有一位修学人 念了到九十几岁 到最后你跟他念了 不喜欢 那也有一个居士啊 因为我们有一位法师在做领导方法 他说有一个居士 那个他先生是念佛 不不就是癌末 癌末他们想说医院说不行了 就在家里 那在家里跟他住念 那一放这个念佛音声拿出来 那个因为已经不能讲话了 那祈祷 他不能讲话 祈祷摇摇切死 流血这样 那我们就讲说 结果我们住念就有用吗 不是这样 在现实的状况不是这样 那问题在哪里 我们本身是不是从事内心认定这个法 假如你们要从事内心去建立这一份知见 我们现在我一直在强调这个知见 绝对不是说光只是听法这样听过就有用 而是流血内心能彻底慢慢成为你心性里面的一个抉择 一种抉择 它转化成你的一个判断力 一种信念 所以最近我常举一个例子 常举这个例子 假如我待会要从这里离开 走出门 我要不要念南梦门 南梦门 南梦门 不然我要是没念会撞到墙壁 所以我一定要提醒啊 我一定要念南梦门 要不要念到一心不乱 这样我走到门才不会撞到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我当然走就走出去了 那请问我没有念 有没有离开念 当然没有离开念啊 我当然一个认识好不动摇的一个决定见就是我要从那里面走 所以我不用开口上 我不用开口念 我的意念从不动摇的我知道走出门一定是什么 要走出这边一定要从门 这是一种累积下来的一种信念力 它再不是一种简单的认知 简单的一个很笼统的观念 这种笼统观念 有时候一听到你念活鸡的声音 它知道这个我们现在这种念活的声音 我们想到的不是要往生鸡热 是一定又有人要死的 因为大概现在已经流行了 这一听到就马上串洗的是 我是不是要死的 所以一听到这个声音它会厌恶 尤其是还想留在世间的人 它会有一种厌恶心 它讲说你怎么 你是不是巴不得我赶快死 现在很多是这样的想法 所以它们不喜欢你一开始 你没有让它身形做个调整 你就跟它祝念它会很厌恶 那我们自己修道人 自己念活念那么多年 怎么到最后还会起这种厌恶心 可见你当初的念活 并不是从自内心认知这个道理 所以一个道理要是能认知 它产生出来的那种正面的力量 和你那种勉勉强强的 不是由于心开意见所建立的观念 其实它对你身心的转化跟它的支持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谈这个是说 对一个法并不是我听很多 而是我们透过很多端正的那一个能表现在对境界的抉择能力 所以所谓的政见力 就是这个政见力 所以这个政见力不是你懂很多 是你改变了多少观念 你改变了那个实际上面对境的一种抉择能力 假如没有空谈 你就可以念个几十年 障碍简单来讲 我最近昨天刚跟一位藏传的佛伙通电话 她要我过去走走 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也非常直率天正的一个佛伙 结果我看一看原来她有一个部落格 那我也想看看她到底是什么部落格 这里面刚好有另外一个佛伙 有一篇文章在这里面 那这个文章里面 我现在大约我看一下而已 谈到这个佛伙她的舅舅本身也是一个佛伙 那个佛伙经常在山洞修 从小就把这个小孩子带到山上 他说这是我们的秘密 你不要跟别人讲 然后带到山洞里面 他就一直去念她的 小孩子玩她的这样 有一次军人砍木头 没有注意它在底下 就把木头滚下来 结果是压栋伤 压栋伤的时候 他说大家就很伤心啊 那这一位佛伙就跟他讲 你们千万不要为难这些军人 我一年到了 你不要找医生 他说你会不会 医生好像是你会不会担心 他说我尚且不可得 谁在此啊 很有意思啊 这不是装可以装得带啊 这不是装装得带 所以我经常我就是在讲那个念火药律 那时候谈啊 假如你现在 因为我们这个例子就在最近年初就碰到 假如你现在得癌症即将要走 这时候突然有人跟你讲有一个名医 可以救你的命 请问你会带什么心情 欢喜 明明是癌末了 可是突然一跟人讲 这个绝对没问题 你会起什么念的 一线希望 一线希望 正常的 但问题你要知道 这一线希望代表什么 代表对生死的挂害 这就是我们的人知常情 是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佛法当中 必须要提早事先抉择 你应该讲说 好吧 有医就医 没有 我随时准备往生 因为什么 因为念火的念 净土的因言 在于以净土相应 而不是以三界相应 而那一份对生死挂爱的心 其实是以三界相应之心 这一份三界相应的心 就算你怎么念 你不叫做一心不乱 你可以看似声音是一种声音 但你的心其实是多念 所以我之前也一直跟大家讲 所以一心不乱 不一定要往定这方面来谈 一心不乱 从你对你所 所以我要讲说 我待会从这里出去 我会不会有第二个念说 不从门走 从窗路爬 从墙壁穿 我不可能有另外的念 我就是一念 从门出去 我们要建立的就是这种 所以你看 我们现在每一次的时候 这种念头好像很扎实的 没问题 但真正问题来的时候 那就功夫了 所以假如我们现前身心 有世间众多 你向来不是真的面对过 他的这种念头 哇 临终的时候他就考验你 所以应该事先注意 不是到他 我没有准备过 我没有观察过 到时候他起来了 我要凭我那个微弱的念力 想要对峙他 我告诉你 念活往生的其实不多 我会强调念活生天的多 往生的实际上不多 因为这不是我要毁谤佛法 是你没有依着 依着佛所说的话做 因为你带着太多的世间念 你并不是真的一心 你不是那种很纯粹的 很强的信愿 这不是佛的悲力 悲愿没有接引你 是你不够真正的信愿他 如果你真实在灵中一念信愿 你那么往生 可以往生 为什么 往生的因缘 我当初如果不跟六道相应 我怎么会往六道去 但问题 你容许你有太多世间念 你对世间的挂害并没有真实 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一念可以 因为你那一念其实不过是声音一念 但内心的念是众多杂念 所以为什么在我们修学过程当中 对这种众多的信念 我们应该提早什么 审查出来 是不是 你看 灵中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动了 会啊 谁不动了 所以我不是这样吗 我们现在很少看到说 终于我要往生极乐 没有一个好期待 不是 现在说 我常问的就是 你放下了没有 放了啊 真的吗 不然还能怎么样 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放 有没有真放 没放哪有放 真放的应该是说 极乐世界等着我 是不是那种心情才是嘛 对不对 可是你看我们这种放式 我对他不敢信任 但对现前人生 我是扎扎实实的肯定 他是实际的 所以不像那个喇嘛 他说 我尚且不可得 谁来生死 这不就是极让大师的气过吗 写完死不不论 笔一丢 就走 我们丢了 赶快捡起来 我们没有那种气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算是起个头 因为我们隔一段时间了 这个最重要是一个这么42章经的 这种片段的知识片语 但他所代表的意义 其实如果你深思 你就会有不同的感受 你如果真正了解他 从真实内心对他的转化 从内心的转化 其实言比你这样轻描淡一切 懂很多 都强多了 都强多了 那我们接着来谈 我们不清末学这个 不清末学这个道理 其实 我们在文法的时候 大家试着怎么样 试着用一个最单纯的想法 就是你们试着去抉择 就试着学会的从经典里面去增长我们的抉择智慧 一般来讲我们会清末学 这个叫清未学 未学有时候我们讲清末学 未学还没学 为什么我们会清 一般来讲我们要做一个肯定 做一个心智上的一个决定 一定有几个资讯让你去判断 是不是 为什么未学会被你清 你觉得他未学吗 是不是 那你凭什么认为他未学 凭着他比你好后来吗 是不是 那为什么你如果觉得他是后来 因为我是从今生开始算起吗 是不是 从今生算起当然是后来 所以像我们这个有一点别人都赶得上的就是年龄 你什么都可以吃的年龄 不当然有的年纪稍微比我大 如果我们年纪大的话 我们有一点好处就是你们永远跟不上我的年龄 因为你大我也大 对不对 但是以今生来论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年纪大 我们觉得后学的有时候会觉得比不上人 其实没关系 如果你觉得每次就是被年纪大了看清的话 你可以早点去死 因为你早死早生 以后来一定比人家老得快 我现在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 年龄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年龄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对不对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年龄的意义在哪里 其实在佛法的修学里面最重要是那个慧命的年龄 慧命的年龄 也不是以一天一天来算 而以你对法的深不深刻来路 所以释迦牟尼佛可以一念间超九节 一念间一念经经九节 所以一念可以有九节的量 甚至一念可以超越很多生死 所以生死岁月本来是虚假象 是众生的编导心才现出时间象 所以你能超越时间就能超越这个时间象 你超越这个执着 能超越这个时间象 所以慧学不是由外来的 好 当然有一个慧 那叫我以学 那何慧叫我以学 那么说如果我们先用一个很平淡的思考 你当然就可以解答这句话 我们我以学 如果以佛法 当我认为我以学时未学 为什么我以学时未学 因为佛法的学在学什么 学去我 对 佛法在学去掉我 但当你学很多 但是有一种自我肯定的时候 请问你有没有真实学 没有 因为我们学的是为了去除我之 但你不断在学的时候是增长我之 所以实际上是学而未学 实际上是学而未学 是不是有这种问题 那再过来在整个修学过程当中 以你过去所累积的因缘 第一个 我们要讲 学不是由年龄来看 再过来 任何一个众生不得亲满 因为凡事有众生相 自己上是众生者 所以这个也是我在谈阿含经 如果你们有机会再听的话 这里面我一直在常引用的 就是以色染灼残缅为之众生 以受想形式染灼残缅为之众生 这是阿含经所说的 所以当我不断在利益众生 但我依然在色受想形式染灼残缅 其实我有没有度众生 没有 为什么 我以所谓外表的度众生 上执着有众生之色受想形式 不要说外面众生有没有度 不知道 也许人家尚跟他那么度 但我知道你自己没度到自己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有任何众生可亲可高 没有 所以后来在想慢心是在想什么慢心 想慢心在想什么慢心 修忍辱在修什么忍辱 其实真修行就不容易 我们在忍辱什么你知道吗 我要忍耐 这是世间忍耐 真正的忍辱中忍哪里 忍当我在受外苦 这受外苦而不起撑 这是世间忍耐 但初世间到人之忍忍什么 我不一起忍辱当中 乃至受苦处啊 一直在强调一个石油我者在受苦 因为那个真正这个念头 才是让你久远皆受苦的东西 外面的苦不以为苦 那一个一直肯定自我的 那一个现在在接受苦的那一个 那一个才是真正让你苦的 你要忍的 不能在掉入那一个认知当中 这才叫真忍论 不过这个观念 修得下才忍得下 否则我们再忍多东西 几张墙 东西熬不住 那我们如何不亲别人 很简单 就是从那个自我肯定的 肯定的我处里面去想过 因为凡事有彼此对立想 即便你发现什么 你现出我很谦虚 你不是讲吗 我们谦虚是不是美德 世间人视为美德 在佛法会必 那有点伪善 为什么 我死有一百分 但我一定只能讲八次 但我内心觉得我还蛮有一百分 所以我们要谦虚一点 所以我们要讲说这种叫做伪善 因为这里面多少还有一份在降伏自我的念头 讲伪善不应该 但是不是很彻底 因为这里面即便我们在不敢去彰显我们的优点 乃至我们不敢很直接的去肯定自我 但问题是内面的那一个连结 有没有一个自我的肯定 有啊 所以到最后我们很容易落入一种陷阱 就是我们外现谦虚 内实傲慢 没有 没用 所以有些人你要看他 你看他不谦虚的 你看他不谦虚 他也不在乎你看他怎么样 他就是我这么一个执行的人 所以你怎么样 我从来不认为我好 当然这里面我讲的是另一 我是要管鼻的 你有时候会觉得他这个人是有点傲慢 但其实你会发现他的烦恼性其实反而不重 为什么 他没有在肯定 他只是他不想去演示 他有一个很清楚的对自己的认知 那这种人当然他有他的习性 但我所要比的就是说 当我们视线不是慢的话 其实未必争不慢 一个现出慢的人 其实反而不争吧 因为他也很清楚自己也没什么多伟大 所以慢心来自什么 来自自我肯定 来自一个可肯定主 所以你为什么不听畏学 因为畏学实畏畏学 我们今天因为要来 来我们有一个局师在那帮我们用大聊 我们就跟他开玩笑 觉得说 不然你觉得但是代理主旨 因为我们经常都请他代理主旨 当然这开玩笑 不过未必 我说也许上辈子 你不知道怎么样 不然你不知道怎么样 所以今生来这里帮我们服务 当然这种开玩笑 我说未必 不过国庆百路的确有这个例子 有这个例子 有一位近人在国庆寺 在国庆寺 在国庆寺 就是帮忙去换当靖人 因为他们一般在大陆丛林 有些靖人不能马上随重听法 我去几个地方也是 听法听法靖人不让他解除 就是等你以后有机会再去 你现在就是乎乎他走 他们其实分得还蛮清楚 我发觉这个例子也是这样 不过他偷听 便在大辽煮饭烧彩 然后跑去偷听 这样偷听 偷听 听一听因为他很会思维 所以在那个灶炉旁边录听 就录听 那都一定那个谜当然没煮熟 因为我没继续讲 这个负责的那个法师就很生气了 因为误了大家的灾 他本来要把他叫醒来 要好好喝着 助使出来说 让他继续做 他就一直蹲在大辽 那个灶旁边 就这样一直继续做下去 做到后来他注定 他注定的时候 那个助使法师就问他说 你能不能知道你的过去是 他说他知道 他就说 我过去是这里的助使 那你们现在讲的法 那是我讲的 也就是版权所有者 谁能比他醒啊 怪不得 正是在大殿厅的人都还没解脱 那个主患的人已经得到了 也就是说 他说他过去只能造个业 所以他要还 那该还的还并不妨碍他的慧 那就这样 所以我们就开玩笑 这个你上帝是这样 不过你今天代理助使好了 我们从这里来讲 你可以看到一个禁人可能没什么 但他竟然是 以三次来讲的话 他未学 他比你早学 还是学的是 你现在学的是 他是原创作者 你如何去论 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小沙咪 看起来比我们更像老儿子 我有时候在一个道场 看到那个小沙咪在过堂 我都还没有一种伴世 我们那个过堂人家寻堂来 因为沙咪要先给比丘寻堂 寻堂完了那些比他小的沙咪 不是 免资格啦 他很小 六七岁八岁这样而已 禁人要跟他寻堂 尽管你禁人是大人也照样寻堂 我看他们的动作 如果寻堂一个一个送 不是 一个每根端一个一个这样 如果不要的话 手就比一下 不用了 比一下 他那个姿势比我还 有时候我们想把它捏一下 比我还像老和尚 那个动作 一个小不点 不过听说他睡觉 连睡觉都反对 不晓得是不是真的以前老和尚 当然这个不多太多的想象 不过每个人的学习音源不一样 所以在整个学法当中 如果能相应于法上 我们自然能从这一份的分别放下 否则的话 我们难免在整个学法的环境里面 依然用世间法来论定每个人的身份角色 结果把佛法给毋庸 他没有转化到神经 所以人在不断的滋长自我肯定的过程当中 要能不轻视味血 为什么 我们不就是靠着这个在自认自我吗 当我 你看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 当我在寻求自我肯定的时候 我当然会去果定那个跟我不同的 是不是 所以之前我在一个地方我也讲到 有一位曾经有一位 后来他出家了 他忍不住 刚开始他要出家的时候 他就说他的学历太低 还不到时候出家 我就说你不大适合出家 但不是因为你的学历低 而是你这个心态不适合 那以后如果你学历高呢 你学历低觉得自己低 那意思就是如果你学历高呢 那也就是说你可以看清别人了 我说这个心态如果没改变 你在怎么弄 怎么想 你不能用以真正的处理的心来看待 你是不是用这种心态 其实你很难 你总是那一份对立分别的心啊 对立这种分别心没有的话 你很难真正录法 你的法很难入你的心 所以这个东西啊 你看啊 随时在修学当中 这个是难 为什么难 难在于我们很少 从于法上 对于一个自我成长的 那个安住的东西的观过它 也就是说 当我们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 当我要拿一个 给人家比别人的时候 如果从道人对道人 我今天拿一个我的头衔 拿一个我的东西 我比你高 从以道人来讲的话 你不再告诉我你的缺点吗 为什么 因为你本来是从于道上去寻求安住 但你竟然从事先把去寻求肯定 而这个肯定其实告诉我 你是在烦恼中的了 唯有世间人才会在身份上比 在佛法里面 就一味的降伏自我 所以当你试着想把别人比下去的同时 其实如果从佛道来 佛菩萨 在佛法隆天来看就是说 你弄得自己越来越低 就是你越往上针 其实是往下落 刚好相反 当我在寻求更多的肯定的时候 其实是在寻求一个自己到业的自我活跌 刚好相反 好 接着我们来看 心形平等啊 好 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来看一下 为什么心形平等啊 因为我们很难知道 我们现在讲说 哎呀 要有平常心 要有平常心 可是明明你不能去抢要求平常 你不可能去要求我一定要平等 我们在修学过程可以要求我们平等 你勉强要求 但你的内心明明决定它不平等 如何平等 对不对 甚至我们要讲的一样 我们有时候错误的平等 反而是不平等 因为真平等还真有高下咧 有啊 依然有高下 真平等有高下 假平等才无高下 真平等是从于体性上去平等 所谓高下 是从缘起边来的 但我们众生 往往是在体边任高低 从缘起当中反而不知尊重 是不是这种问题 是不是 有没有高低 当然有高低啊 所以我们见佛恭敬 适应信佛众生无差别 你不要去走到佛前 老兄 你好 你不要走到佛前去拍拍佛的肩膀 嘿 哥良好 谁跟你哥良好 是不是 是平等 但有差别 所以差别 十无一法 让你有不平等处 所以我们现在会 一个人能真平等 必须要能看到这个缘起 能真正的尊重 就是说我今天 好 我如果要生不平等性 你告诉我 你凭什么说他不平等 你跟我讲出一个理由 你比他真实高 我讲的是缘起高低 你不是实体的高低 你既然要论我实体的高低 那你跟我来谈一下 真实高低在哪里 你如何高如何低 所以我们心形平等 必须要能看到真平等处 这是智慧者才能看到 对不对 或者光我的内心说 我要平等对待一切众生 不可能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这个只要看看 我常举个例子 这么个例子 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来演戏 当然我们是要演公主王子 谁要演那个老鼠 那老师你怎么可以叫我演老鼠 那个小老鼠我才不要呢 对不对 我就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今天假如有机会 我们经常幻想我们是一个菩萨道 非常庄严 坐着莲花 洪荒的塌方 我们是不是会这样想 看到自己高大庄严的身相 充满金光黄义 鹤鱼 我没想到 你有没有想到自己突然变成老鼠 因为你觉得我才不屑做老鼠 因为你觉得老鼠是畜生的 你觉得说必要的时候可以当作蛇 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不是叫蛇叶而转的 我是说你能不能感受 你可以长成一只很庄严的蛇 蛇就蛇哪有庄严 所以你不容易体谅蛇道有蛇道的思路 你不容易感受到老鼠有老鼠的思维 我讲的句话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内心讲平等 其实我们是不是能真的放下众生的平等 不容易 当你在看到一只老鼠的时候 你可能认为它非常差 但你晓不晓得它也许就是一个非常慈悲的菩萨 为度化鼠肺 所以视线为老鼠 其实以它的外向比你低 以它内心的庄严比你高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 因为你现在还忘不了用你的人的角度去看事件所有的事 人可以看动物低 当然换动的角度 看不同人就不同里面 我曾经在北美待过一阵子 我们很不喜欢白人对我们有种族歧视 可是偏偏我们这些房种人看到黑人还真会歧视 你看怪不得被歧视 因为你容许你歧视别人 在讲到印度人 讲到黑人 内心就觉得说他们身上有味道 他们如何如何 我说 茄子 茄子 当我们觉得我们被白人歧视的时候 你也就不要再歧视其他有色人 但人如何放下 因为我们总是带着另外一份的自我肯定去行这种差别的看待 所以当你们看到众生的平等性 你如何心性平等 勉勉强强的平等 那是基于后天的道德观念所形成的一种素养 它是善法没错 但如果要真平等 那还没到 还没到 因为你不是真的看到平等主啊 好 所以我们讲说保持平常性 轮不到你所 为了平常者能见一切法不可得 方能真平常 你如果见法有所得 一定实有高低 好 那我们如果能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真平等会从哪 从缘起的角度来看 这缘起的角度 当我无所差别的时候 我们平等于什么 对待一切众生 应其因缘 未知说法 这时候就开始能应其 契机而现了 这就平等了 这叫真平等 当把众生平等到都一样 一样到没 没父没母 没君没亲 这些怎么是平等 所以以三宝处如之公敬 人为什么会对一切众生平行一切公敬法 因为无我而故 那以众生处啊 差别处 我能应这个因缘该行什么善法 成就这个善法 其实这个刚刚最近在讲略论里面同样的道理 我们很多人最表面上知道信空 但不是很能清楚缘起 我们偏空的思维其实很多 那因为偏空的思维很多是存在理论上偏空 但离开的偏空的思维活在人的时候就一个到处有的世界里面 为什么叫平空 我们对于空的思维的时候 转过来对元气的因果业果的差别有什么作用 有没有能体会 能不能真体会 唯有从元气的空性里面看到平等 从元气的业果差别里面看到一切业果的作用 这才是中观正见 所以这里面他就有谈到说 假如我们的空观是有不完全对的话 但我们不管它用空观来思维念活 拜活 会有一种渺茫 着不了力的感觉 对它产生不了有力的感觉 为什么 一片空了 你那个空不正确 你同时能知道它无自信 同时对于元气的业果 你会善于尊重 因为无自信故业果会成 那既然业果会成 我就会尊重因缘差别 那这个尊重 所以我这次我们在这里先方殿坛 因为这个观念应该是我们修道人被传的核心观念 要养成不容易 也就是说当我见到任何东西的时候 我同时能知道心经理所说的射即是空空即是射 这个观念很重要 我们很容易知道射即是空 但我们很不容易知道空即是射的道理 很少人把空即是射讲对 讲清楚了 这空即是射所展现出对业果的尊重啊 你们话讲说正因为空不礼佛必有其功德 那我们经常讲的礼佛必有功德 那是你站在只有自信的 虽然你只有自信的礼佛 你是信受有功德 但你的功德其实被你那个执作给自伤 我有建议在缘起正见里面的尊重业果的这种因缘 这个真功德就显出了 其实我讲这个是拍出一个点 也许有机会大家应该尽可能去淬炼这个观念 好 所以要心形平等啊 刚才我讲过了 第一个心形平等要看到平等主 那既能真平等不是一味的假平等 而是善观一切缘起 这时候面对此众生当已和因缘 就会不同的因缘 这时候为什么会灵巧的一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带路面对一切众生 因为一切众生平等固 因为无我固 所以能真平等 才能做到 好 再过来 不说是非难 其实我旁边讲的 不说简单 不起心难 对不对 你要我不说是哪不难啊 我不要讲就好了 内心有没有是非 有啊 要让我的是非心死掉才难 要我不说是非不难 对不对 对不对 像我们现在都不说是非 可是好像最近 口气稍微大一点 因为那个是非心在里面 一直燃烧着 对不对 只是你压抑着 不要讲 不要讲 可是好苦好苦好苦 为什么 真的有事有回 我这几天真的也 对不对 又从清净处落入红尘 因为被人家请出去处理 当用宗教法 所以我说 几年的功夫 毁在一道 当然唯一这样 这也是菩萨道该做的 但这里面我想我们对佛法的正观 也可以在处理这种事情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果实 看到自己的不甘迈的这些是非 但假如你实际有能力的话 你慢慢可以从法的观念里面 又把它下入掉 因为我们处在这个世界 有一种顺利之想 有顺利之想 那这种顺利之想 所以我们经常在谈出对跟错 其实这个对错有没有绝对 也许有 但其实很大的对错 是由你来决定的 为什么对? 合你的想法的 好几层 有时候你内心里面有好几层思维 好几层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思维里面 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有一个是顺着感性 我是方便说的 顺着感性不舒服 我就是讨厌 但理性变就知道 它其实有道理 而这个有道理 是不是真有道理? 那是因为你意义 具身法律跟现在后天的分别法律 所建立的道德观念 那是不是完全对? 还未必 但祂顺应力 还是有事有灰 还是有事有灰 所以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 什么叫是非?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 要真的找到一个是非 请问依谁的标准? 请问标准在哪里? 以佛法来讲 你在人天道是是非 所以在解脱道 可能未必就是对 对 对不对 如果人天道 它可以顺应解脱 那还好 如果你是以人天心修人天道 而不是以菩提心修人天道 这个人天道刚好把你困在三界里面 他不是无肉 他是有肉善 有肉善当然感应有肉骨 有肉骨是以有肉心相应 所以当然要继续在三界走 是不是? 那如果站在这个立场来讲 梁鲁帝认为他盖寺庙 有没有为功德? 没有 有没有功德? 就看他的心 可以有很大功德 也可以没有功德 为什么? 如果以人天心来修 你要论解脱功德 当然是零 如果你是以解脱心来论这个功德 因缘身心当然有他的功德 是 所以这功德没有一定 所以是非从哪个角度来谈? 所以因此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会容易产生哪些现象? 里称 一个是非里称 一个是里称 非里称就是盲目的、情绪的、烦恼的 那里称有道理的、有根据的 可以让你骂的、可以让你有资格生气的 但还是称 称就是称 管你有理没理就是称 那我们现在很在意的是 我对的里称 像最近我在讲这个 像我很少喝咖啡 我当然喝咖啡一定是放糖 因为咖啡不放糖 就像喝中药一样 因为颜色也一样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喝苦苦的我也不知道 但很多很有品味的人 一概不放糖 那我一概是喝三合一的 因为好像比较好喝 他们说 内感实在是很不好 因为他们的品味高 所以我们这个刚学喝咖啡的 喝三合一的 放糖的 他们不喝放糖的 而且是自己搅的 但不管怎么样 都是喜欢咖啡 是不是 也就是说 总是是自己做吧 当然我是隐世间 一旦有是非心 这个是非心一定是带着一个 顺利于自己的境界跟我自体的分别 真正的是非在哪里 知无是非可得 应众生量和方便所视为 因为实际上真正所有事间 但是众生业力形成 所以我能知道 我经常 我们把它搞一段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一个母亲看到小孩子做梦 梦中她讲 梦到她被谁咬到 她很苦 请问母亲会不会活定说 明明假的 你根本是在颠倒 你这个小孩子太笨 你会不会这样 不会 我能感受她的苦 但我知道不是由蛇来 是由颠倒来 但因为众生不知道 孩子不知道 认为真有蛇 所以被蛇咬很苦 这个菩萨的妈妈能感受到 假如执着真有蛇而被蛇咬真 恐怖很苦 所以她能感受到 那个小孩子的苦 但她可以同时知道 这个苦可以不需要 她能不能感受是非 可以 她又会制作是非 不会 我们休息一下 所以她可能会有看到 她还能感受到 她可以抑上 她的心灵 不想要 我可以 可以 她可以 她能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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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灵魂 她的灵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